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新团动物院我们其实一直很想要去做四足卫教这个事情 然后因为我们在医院在诊疗的时候就会发现 在动物来到医院的时候 当然我们医生我们整个医疗团队会非常努力认真的去 找帮助动物找出问题 然后给予它最好的治疗 但是现实生活就是 它来医院的时间就是在它一生当中 或者说一个月里面就是那短短的几分钟 甚至顶多几小时 但是大部分的九成以上的时间 它都是在家里面 所以其实居家的照护 我们是觉得真的跟在医院的医疗是一样重要 甚至更重要 所以其实我们觉得 除了我们医生在医院努力的治疗动物以外 我觉得很重要就是我们必须可以让四足 知道怎么在家里面好好照顾他们的毛孩 那这样子 我们跟四足一起 然后为毛孩打造这个避风港 不管来医院是避风港 回到家里是避风港 这是我们的初衷 所以其实我们的一开始的动机 就是想要传递一些 我们觉得正确 然后可以帮助四足 在家里打造毛孩安全避风港的一些知识 所以我们去年的主题就是成为你的避风港 所以我们就一系列做了 在这个pocket前期做了蛮多事的 对就是像 如果有在follow我们新传动物医院的粉丝团 或者是一直有在 老四足们 就是来我们这边很久的 四足们可能都有看到我们在官网上 或者是在Facebook上面 都会有放一些 卫教的文章 还有YouTube的一些卫教影片 这些都是我们之前做过的一些尝试 对影片呢可能有长有短 然后或者是文章内容 我们也是有放过 豆漏灯的 很长的一些专业知识这样子 然后也有一些比较简单的一些的卫教资讯 这也都是我们希望可以去触及到 把一些知识触及到更多更多的四足 对 不过其实有点 也是有点遇到一点瓶颈嘛 或是卡 对就是 我常会发现说 其实想要讲的分享的很多 但是因为每一届的关系 就像我们 有尝试写过那种签字长文 然后发出去 虽然内容满满 然后很有料 但是 真的实际能够看完的人 真的是少之又少 对 我觉得现在可能 因为资讯量太多 因为 手机很方便 对 所以有的时候说实在有时候如果不是自己非常很想要知道这个内容是什么 对 或者是想要看到title或者是topic想要知道细节的话 对 有些文字太多的话很多人会直接略过 对 对 然后影片的话又有点可能太需要专注度 因为你要看 又要听 然后可能你看影片跟 看影片的时候 你其实不但能够做其他的事情 就是必须要很专注的去看那个影片 所以 像现在的YouTube影片 其实你要做的很长的话 其实你要附上很多的代价 你的内容的安排 几乎都是电视节目等级的 对啊 很强耶 所以那个 所以确实影片 其实 在卫教 卫教的 这个方法 其实是 也是蛮有挑战性 嗯 对 虽然我们 但是我们也还是有尝试在 对啊 可能就是我们后来就发现 影片其实可能就是精简短 然后可以快速的catch到 就是一种懒人包的概念 对对 但是这样子的话 其实相较于 有一些想要再去声聊的部分 对就很难 又不能放太多 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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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后来我们就是 想说我们到底如何让 更多人可以去吸收到 呃 足够的一些资讯量啦 对 所以后来我们就也很快的 就想到说 诶 我们可以 因为我们那时候本来有 就有规划一个 场地跟空间 是我们希望可以做一个 四组讲座 对 所以是跟 可以让 邱医师跟四组之间 可以有个面对面的机会 对 然后我们就是 有这样的空间 可以来办一个讲座 但就是这么的 不巧 就是在去年五月的时候 就大家都知道 就是我们疫情 COVID-19就是大爆发 对 所以我们本来的这个实体的讲座 本来就想说 我们还是很在 很希望可以有人与人的互动 跟交流 但是 这个疫情就可能我们自己 自己医院内的交流都要暂停了 对 连那时候我们的读书会都暂停 都全部都改成 上班还 分A B 对啊 线上 然后另外一个很实际就是我们的那个 原本的教室 或是四组讲座的空间 我们的新传讲座 工程也延宕 所以也没地方讲 对 所以我们那时候就在想说 那怎么办呢 就是我们还可以 还可以做什么呢 除了我们现有的这个 这个工具外 然后那个时候就 就我们在讨论的时候 就想到 其实Podcast 好像是一个不错的 的媒体 对 然后后来我们就 比较 深入的去 听了很多的 不同的Podcast 对啊 然后刚好那个时候 我也很有幸 有被邀请上一个 我们前辈们的Podcast Wonderland Talk 对对 超级好受益 所以欢迎大家也去 听听他们的节目 对 然后就觉得 Podcast这个东西 真的是蛮适合 好像可以 比较在比较轻松的状况下 聊很比较深入的东西 然后其实听众 听的时候 其实也不会那么有压力 因为你可能可以 在坐车的时候 听啊 坐驾驶的时候 像我最近最常听Podcast 就是在那个 晾衣服跟晒衣服 或是为我 为我家小孩 baby吃饭的时候 就是脑袋 基本上是脑袋放空的时候 听个Podcast 也就突然觉得 那段时间很有意义耶 就是坐了 晾完衣服 晒完衣服 又学到了一些 又学到了一些东西 对 所以我觉得 就是Podcast 好像我们就发现 好像这个是一个 不错的媒介 所以我们才开始 萌生这个 想要来 那也许我们可以 透过Podcast这个媒介 来传递一些 我们想要说的话 或是想要做的事情 这样子 嗯 讲到这边的话 就可以跟大家讲一下 我们接下来的 核心 节目的核心 就是我们大概 我们希望可以 透过这个节目 想要带给大家 什么样的信息啦 对 那最主要的话 还会是那个 动物的 胃教资讯 跟那个 宠物医疗的部分 这样子 然后希望可以陪伴 家中的四组 然后还有毛孩 可以一起面对疾病 成为毛孩的避风 嗯 对 然后再来就是 透过 我们还会有医师啊 受益助理 跟四组的访谈 等等的 然后分享 刚刚提到的 日常 还有认识 动物医疗产业 这些部分 嗯 对 好 那接下来我们就来跟大家分享一下 我们的动物医院339号的 诊疗项目有哪些 对 对 对 我们都是在想的时候 有想说 诶其实 因为要聊东西很不一样啦 如果每一次都聊一个 可能就会很乱 所以我们就定下了一下 我们的诊疗项目 嗯 主要有四个项目 对 我们四个 四大诊疗项目 四个项目 第一个就是 成为你的避风港单元 然后再来是 新传的100种生活 然后 然后未来会推出的 有可能 还有新鲜肝生活守则 跟Day1的笔记 那马哥 你要不要先来聊一聊 我们即将 首要要推出的前面两个单元 是会聊什么东西 好的 那接下来 其实我们目前已经有在 准备的 已经在录制的 就是成为你的避风港 就刚刚不断 一直在祈祷的部分 那这个 这个单元就是 我们会分享 常见的 全貌疾病的相关症状 跟知识 还有味道资讯啊 还有 医疗的照护指南 对 那这些资讯 其实主要都是 希望可以帮助 刚刚就是我们前面 不断在提到的 让四主们有一些 更具备完善的 一个专业知识 等到真的家里的毛 还发生一些状况的时候 我们可以有一个 心理准备 或者是我们就 已经知道说 我可以接下来去做 什么样子的 医疗跟处置 我们可以怎么观察 我们可以怎么样去记录 然后 真的是让自己可以成为 受医师的一个好帮手 对 因为我们刚刚不断讲到 成为你的避风港 后来我想想 这句话的那个 你的 那个你 到底是谁 其实我觉得好像就是 是成为 毛孩的避风港 而这个人角色 其实除了受医师之外 最重要的就是 自主 对 没错 对 因为刚刚提到 因为像我们一个月 可能 他可能很棒的 就是可能回诊 只要一次就好 但是那他跟受医师在一起的时间 可能就是单 单纯的一两个小时 嗯 那回到家中 其实最长的 陪伴的时间就是 我们 嗯 像我自己也是四组 对 所以 反而我们的观察跟记录 可以提供给受医师 最正确的 一个判断的 一个指示 嗯 对 所以 其实我真的蛮期待 我自己在做这个 节目的时候 我其实我最希望 就是可以给 很多的四组一些 专业知识 特别是我自己 进入到这个产业之后 还说 哦 我就真的觉得 这些资讯 其实是需要给 让很多四组们 都可以知道的 嗯 这样子我们的 宝贝们才可以 真的被宝贝 嗯 对 嗯 这是我的期待 嗯 对 然后再来就是 新传的一百种生活 大家已经可能会觉得 吴沙沙 到底在讲些什么东西 但其实就是 也很单纯 就是我们只是想要 跟大家分享一下 在 新传动物医院的人事物 对 然后我们的工作日常 然后我们可能在 内部发生的一些 酸甜苦辣大小事啦 嗯 对 大概就是这样子 那因为我们医院的 所以我们在这个里面会 也会邀请 新传动物医院的 伙伴们 对对对对 不管是医师 或是助理 上来跟我们聊一聊 他在 新传的生活 因为其实我觉得很有趣是 在动物医里面 同样都是一个动物医院 然后可能同样的 嗯 都是礼拜 礼拜一的早晨 但是你的角色不一样 嗯 你可能经历的生活 就很不一样 对对 有些时候是可能 呃 医疗部的还好 就是但是 柜台很爆炸 对对 接电话超多 或是有些时候 柜台也还好 然后医疗也还好 但是药房超爆炸 对 药超多 对 所以我觉得 在我们医院就是 真的每个人 呃 你的角色不一样 嗯 你遇到的生活 或是遇到的事情 也都会不同 然后我觉得 也有这个机会 可以邀请 让大家认识 对 新传人们上来 跟大家分享看看 他们在新传的生活 是什么样子 对真的 因为蛮多人也不太知道说 动物医院的分工吧 对啊 因为每些 每家医院的分工 又不太一样 对对对 所以可以从不同的角度 去了解说 大家的爆炸的状态 是什么样子 对 还蛮有趣的 嗯 对 所以大家可以期待一下 就是接下来就会是 有访谈的部分 对 对 蛮有趣的 可以看看 最想要听到 谁来上这个节目 可以在底下留言 想要听哪位医师 对 或者可以到我们新传官网 去翻牌 欸我想听哪一个医师的 对 我们都可以 逼他们上来 聊一聊 对 好 那刚刚有提到就是 另外两个呢 部分就是 新鲜干的生存守则 还有Day1笔记 这两个就比较神秘一点 那我们让卢医师来 介绍一下这两个单元 对 这两个单元 新鲜干生存守则 我们新传的新鲜干 就是我们的住院医师们嘛 对 然后其实我们是觉得说 其实住院医师 这个是一个很特别的人生阶段 就是他们可能从 刚毕业 就是 什么都不会 也不是什么都不会啦 因为他们有学了 在收益系也念了五年 有些东西 但是可能 还没有真的进入临床 当看病 看诊的 医师 然后 从这样 然后到三年后 可能他们可以成为 独当一面的 透过我们的 经过这个住院医师的训练 可以成为 独当一面的受医师 那这个经历 其实是我觉得很 我自己 想回想我过去 然后或说 看着我现在的住院医师 因为我们现在已经也有 从第一年到第三年的 住院医师 他们的成长 我觉得就是一个 很神奇的旅程 然后在这个旅程当中 过程当中 当然我觉得有一些的 会遇到一些挑战 然后一些的困难 然后所以我们希望说 这个 新鲜肝生存走的这个单元 就是一个是可以 跟大家分享这个 住院医师们 就是成长的这个旅程 然后也可以分享一些 在 也给未来一些 可能即将要 要毕业的受医师的学生 或说你正在住院医师的这个 这个历程的受医师们 也有一些 经验的分享 然后或是有一些 鼓励跟 跟 期待吗 就鼓励啦 对 对就是我们的 可能预告一些挑战 然后我们怎么克服 然后一起可以互相 大家学习 这样子 对 所以这个新鲜肝生存手指 我觉得会是 蛮很有很有趣的一个单元 对 然后最后一个单元 叫做 Day 1笔记 那为什么是Day 1呢 其实 Day 1其实是有点 像那个 我觉得像亚马逊致敬 对 最近看了他们那个 Benzel的 的书 然后他就 几乎他每一次 那个股东信 每年的股东信 最后他都会写说 我们现在还是在Day 1 对 那那个概念就是 他们不忘他们的初衷 他们就是 不管这个公司 创立了几年 他们都 还是回到 好像在创业第一天的 那个感觉 那那个Day 1 对他们来讲 就是一个 全新的开始 然后什么事情 都有可能 然后我们 还是 不断的在学习 在成长 然后我们不会因为 我们现在 已经变了很大一间公司 或是已经有很多经历 我们就忘记 我们的初衷 对 那所以在Day 1笔记 我觉得 也是 透过这个 这个单元 我也想 想跟大家分享一下 新传动物院 从 创立的一开始 到这一路走来的 一些的 历程 对 我觉得对我自己来讲 可能比较是一个 像是记录吧 就是记录 因为新传我们 也还算是一个 很年轻的医院 目前是 进入第三年 第三年 对 那我们也想要 记录一下 我们在这个 从一开始 怎么 怎么创立 然后到现在 成长了第三年 也许未来 还有好多年的时间 我们怎么一起走过 从可能 从医院经营者的角度 或者是说管理的角度 去看我们怎么 去记录一下 我们怎么塑造 我们的团队 然后怎么帮助大家 可以一起 朝向我们的愿景 前进 然后怎么样 坚持住我们的核心价值 对 这些东西 所以希望也是可以帮助 或是说 跟一些正在创业啊 然后的人 可以做一些交流 然后 或是互相的学习 对 所以这是 这两个单元 我们会想要跟大家分享的 请大家敬请期待 对 大家记得可以放在 可以收藏起来咯 我们的节目 对 最后我们来 分享一下 像 马可我不知道你 听到那个时候 我要 或是说确定好 我们要开始录这个节目的时候 你的那个 心情跟 是怎么样的 会很紧张吗 会啊 到现在还是很紧张 还是会啊 其实我们 可能大家 现在听是 第零集 但是其实我们 前面已经 呃 录了 包含我们 预访 还有 呃 练习吧 对 对我们总共 五集 六集 应该 对啊 对差不多 嗯 对 所以但是 每一次到现在 已经 已经有经验了 但是还是会 很紧张 对 就是要习惯 那个戴上耳机 然后对麦克风 讲话 对对对 然后另外一个 另外一个话就是 比较紧张的部分 是角色的部分吧 嗯 就是正经为作 因为觉得 突然成为 要成为一个 好像是一个 出口 或者是一个 四组的角色 嗯 然后想要帮 四组们传达一些 一些 知识啊 或者是帮 他们传达一些话 嗯 当然觉得这个角色 非常的 重要 也没有到沉重啊 但是就是会觉得 哎 身负重任 对对对 是一个身负重任的感觉 对 但是又希望可以 我的心情是希望可以 真的是可以 让四组成为一个 跟 受益师成为一个 占有的概念 嗯 对 然后我们可以一起 并行 然后帮助 假装吗 他如果生病的状况的时候 嗯 有一些 帮助 对 对 我的希望是可以这样子 因为像 前去年的时候 就是我们年底的时候 收到一个 四组记的卡片 嗯 对 我就觉得 他写的内容 真的让我们院内 所有人都好感动 嗯 因为他就写到 因为他的小朋友 其实是 已经去当小天使了 嗯 但是他 一直都还是很感谢我们 嗯 对 那我重点不是那个感谢 而是他是 他感谢我们是说 他发现说 其实 嗯 谢谢 新传的大家 然后跟着他一起 嗯 成为 战友 然后帮助他的小朋友 对抗心脏病 嗯 的这个过程 嗯 看到当下 这个大家 眼眶都泛了 嗯 对 就是 我觉得这就是我想要 嗯 去达到的 就是希望让大家可以 跟着我们一起 而不是说好像是 有求于我们 而不是是我们是 站在同一个阵线 没错 然后 嗯 嗯 帮助家里的宝贝 嗯 对 这是我的期待 所以我是希望可以 透过这个节目 然后传达这些知识 嗯 本来就想说 哎 只是就是来 聊一聊天 然后 对 我们其实真的没有 听Podcast好像都很轻松 聊一聊 对对 但是突然发现自己 身负重任 对啊 突然就 嗯 有点紧张 因为一开始本来想说 哦 办四主讲座 那主讲人也不会是我啊 对啊 我只要就是把活动 你再按投影片就好了 对对对 或者是大家来报到签名哦 好来 我们直接听医生说什么 就好咯 就主角不会是我 但是哎 突然发现不太一样 但我真的也觉得 我后来也 越录越觉得你的角色 其实真的超重要 因为 如果没有你这个角色的话 就变成可能 好像是我在讲一个 未教的话 就感觉 整个瞬间无聊度 就提升非常的多 对 而且你 你很多时候你问的问题 就会 就会真的是 呃 世主的角度去问的 就可能 受医师可能 因为我们就是 已经 在这个 知识专业已经 就是有种 一个 一个牵 一个角度去看这个事情了 所以我们就比较难 再从 另外一个角度去想到 哦 可能是主会在这边 会听不懂 或是会 怎么样 会在意其他的事情 或是或他可能会想要知道 这些更多的东西 对 但是我觉得很多时候你问 的时候 哎我就会 有时候才知道 哦 原来这边我们可以多分享 多聊一些 对 所以真的 你的角色真的是非常的重要 对 所以突然觉得 深负重 对 所以如果未来大家真的 有想要听到什么样的内容的话 可以让我们知道 然后 或想要我问什么问题的话 都可以 就跟我 跟我们分享 这样 你是主门的传声筒 这样 对对对 我会加油 对 对对来讲 其实这个 很跳脱舒适圈 是不是 非常非常 平常是很爱聊天的人吗 平常爱聊天吗 我爱聊天 但是我 我属于那种 聊天有分成 嗯 浅跟深的那种 对 对是不太一样 然后我是喜欢往深入聊的那种 哦 对 我不是广聊的那种 哦 对 我后来发现我是这一种 而且我也发现 我其实后来是比较内向的 哦 内向往深处聊 对 哦 那我们等一下 以后也可以开辟一些这种单元 就是 可以吗 陈生聊到桌底下 哈哈 不要上镜头可以了 哈哈 哈哈 好的 那种暗黑单元 就是 哦 好哦 这个感觉不错 那个荧幕画面都是一片黑 然后又聊得很dark 很deep的 这种 哦 好哦 暗黑戏 可能万圣姐都可以推出一下 对 好哦 那 好了 那讲完我的 那如意是自己的呢 我 我自己的话 我是蛮 期待尝试这个新的 媒介的啦 然后也 也很期待就是说 大家 呃 听到大家的 反馈 因为我觉得这个 我们对podcast 期待就是 希望他某个层面 虽然好像是我们讲 然后 呃 你们听 但是我也蛮期待在 透过这个平台 可以有更多的 交流跟互动 像我觉得 看到有些蛮多 那个podcast 就是有些 最后他们都有一些 QA 的互动啊 然后 问问问题啊 对 然后我觉得 这个也是我们 我蛮期待 可以有这个 互动的方式 嗯 对对 然后 我也蛮期待 就是 透过这个节目 然后可以邀请 新传大家来聊一聊 他们的生活 不知道会不会听到一些 平常在工作上 听不到的密信 对 平常都不愿意 跟我们讲 跟东西 对对对 所以 其实是还蛮期待 然后另外 我觉得也 也是对 对我自己来讲 我觉得也是一个 这个节目 也是一个记录吧 就像我们刚刚有提到的 就是 新传也算 还算是一个 很年轻的医院 嗯 然后我觉得 从第三年 我们开始有这个节目 就是也可以记录我们 成长的点滴 等到我们哪一天 我们都老的时候 可以回头听一听 到时候当时 以前自己讲的 什么屁话 哦 一定很久 对对对 所以我觉得 就这个记录生活 这一块 我觉得也是蛮有意义 对 蛮有 蛮棒的 对 所以会蛮期待 这一趟新的旅程 对 真的是新的旅程 对啊 对 啊 哈哈哈哈 突然叹个气 什么意思 突然叹个气 觉得很累 是好像要出国 要去美 出国不是应该很快乐吗 对 没有啦 对啊 所以其实 是开心的啦 嗯 总体来讲 其实是开心跟期待 对 当然还是会有辛苦 但是我觉得 因为比较必定要跳脱一些舒适圈嘛 对啊注定啦 所以如果大家那个 如果看到我们 突然叹个气或什么 就代表我们正在跳脱舒适圈 哈哈哈哈 因为我们都不是生来干这一行的 对 其实真的没有想过 算是我们的那个斜杠 斜杠生活之一 对我们斜杠生活正式开始 对对对 对 好吧 那 大概先聊这部分啦 因为未来还是会有很多机会跟大家互动 那 接下来就是想要跟大家说一下 就是之后呢 我们会有自己动物医院339号的 粉丝专业在Facebook上面 然后还有IG 所以 未来的话 如果是关于节目内容的部分 或者是QA的部分 或你想要得到什么样的资讯 从动物医院339号的话呢 都可以在上面跟我们留言互动 这样子 对 或者是可以到我们的那个 你的这个podcast的每届平台上面 帮我们评价留言 按赞这样子 对 跟我们聊一聊这样子 对 然后如果你想要知道更多医疗相关的资讯的话 你也是可以到新传动物医院的官网 或是脸书 我们还是会持续的更新 未教的文章啊 跟影片 对 然后我们的podcast也会录制成影片的版本啦 然后会放到新传动物医院的YouTube上面 或者是一个339号独立的单元 对 所以如果你想要看到影片 就看看我们 或者是有一些 有时候聊到一些东西 也许可以用一些影片来辅助的话 对 有时欢迎大家也可以到订阅我们的YouTube 新传动物医院的YouTube频道 然后去收看影片版的podcast 那就是未来也请大家多多指教 因为我们今天录制的时候刚好是 2022年的第一周 对 然后录这一集定理一集 其实还蛮有意义的啦 新年新型 一元复始 万象更新 对 最后是怎样要祝大家 新年快乐 然后就拜拜 但是我们本来预计是在农历年后要上嘛 对 所以期待就真的是可以跟大家拜年 对 是拜在正确的时候 顺利的话 我们就在这边先跟您拜个早年 还是晚年呢 晚年 应该很on time吧 on time 好 拜个年 对就拜个年 晚年应该是二月后面吗 对对对 对 顺利的话就在这边跟大家先拜个年 对对对对 祝大家 今年快乐啦 今年快乐哦 今年是什么年 虎年呢 虎年行大运 对 虎虎生风 虎虎生风 对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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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